我以前要带着那个火影忍者的护格上过去 我小时候总希望我有个多来嘛 实话实说我快快进看 我就想看看他们结了几段 我说联系谁能把这玩意杀掉 不可能不存在这种事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我也记不住了这多早了十遍前 西言热聊有趣有料 各位君有西言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演员胡贤迅 主演齐回然后觉得跟之前拍摄过的影视作品 最大的挑战和不同 相信楚莹这个角色的设定 主要穿我旁边的快点 准备好了 而且这个挑战也很大 因为是第一次拍更大的戏量 以前都想挺累的 职业棋手这个事我觉得 因为我没有下不为习嘛 之前 如果回应你成长大大的教练的话 就有没有什么是让你觉得非常坚定 然后自己制作的事情 拍戏 慢慢的随着岁数的增长 然后慢慢的觉得越来越坚定 其实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对网友说奇魂就是开门劝队嘛 那如果用你的方式来安理这部机的话 就你怎么能让观众继续真香 希望大家不要跳极 不要开倍速 一级一级的 踏踏实实的一分钟一分钟的看 真的很好看 因为你开倍速的话 会略过很多有趣的细节 包括语言节奏 包括表演节奏 是乱的 你觉得时光这个人物最大的魅力点是吗 坚持对热爱的追逐 他的个性是比较真诚 其实这些年还挺想你 是不是想见你 还要再等着一千年了 年和时光其实很像 大学会做爱梦啊 那你觉得这是属于对时光 还是说意味着什么 老师 朋友 现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一样这种 所以是对手 又是成长伙伴的人 你觉得他会增加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是相互激励 相互成长 终于跟你下期了 你这么有信心 看就没啥想哭 这回一定穿衣服 总有一定会 一定一定会让他看到我的心 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 然后就追着你六年 就不放不放过你 想要打败你 跟你 叫做再也就有力气的 会吧 会继续坚持的去进步 我不是把我的手机号已经给你了吗 你为什么不打给我呢 你把我马里弄丢了 我一直在等你啊 你等我 我心里想的都是你 那你会怎么样去反击他 用我自己的进步和成长 通过拍摄这部剧 有没有就把这一起发展成你的情趣还好 算是兴趣还好 没事还下一盘 但就现在自己的水平都拿到几段 零段 我下得很菜 很糟糕 我下的四分之一的业余一段吧 业余 业余是其实是分级的 如果要是按级来说的话 先有几后有段 我应该是处在一余的一级 一级以下 很差 我确实没心 你这下得也太没广了 还要继续吗 胜负已经很明显了 我太难了 也有想过 但是我觉得可能当务之急还是拍好戏吧 我觉得现在的结局 就算是他们俩最好的结局 过生日就是要高高兴兴 这是我过过 自由意义的生日 除了跟我过 你还能跟谁过呀 还想跟谁过呀 当然会有 但是 其实这个对时光成长也很重要 你刚好到大人有做过什么成功啊 不太多了 我以前还带着那个火影忍者的护盒上过学 我想说总希望我有个多莱梦 但你希望自己是大熊啊 那当然了 那要是有多莱梦的话 谁不希望自己是大熊呢 我反而是觉得 相互陪伴相互成长的过程比帮助更重要 不要这么自私嘛 很羞耻 很羞耻 很羞耻的叔叔阿姨 你也来了吗 我想死你们了 给你们请问了 嘿嘿嘿 你们有看完吗 没有 实话是说 我是快快进看的 我就想看看他们截了几段 我说联系谁能把这玩意刷掉 他们说已经看完了 随便你刷 很崩溃啊 很崩溃 看到你小时候跑步视频吧 然后就是大家都觉得小时候特别的皮 但在你一家里 没有做过什么特别调节的事情 然后就遭遇你父母的混合伤打 然后爱的教育这种 太多了 太多了 多到我已经记不起来具体的事了 没有太印象深刻 反正我老犯错而已 我犯的错都同样的错 不写多页 如果你有一个妹妹的话 你觉得你自己会是那种闯妹妹版的 当然是宠妹妹的农团哥哥 我跟妹妹现实生活中的相处方式 我这里指的是邓文西啊 因为我们的下了戏 我们还是兄妹的关系 继续相处 现实生活中其实就是带着她玩 带着她吃什么 她团队不让她干的事 我偷摸带着她弄呗 其实他们团队都知道 其实都知道 而且我跟她的团队 我们相处的也很好 我跟她们她自己的工作人员 相处也很好 我们两个团队相处都很好 很融洽 我的经纪人跟她的经纪人聊得也挺好 我以前是不爱看的 因为聚播了 我比较忐忑 我会去实时地关注一些 因为我还是希望我可以进步的 说实在 真的会有一些很专业的人 提出一些很专业的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这东西挺重要的 你不能闭门造车吧 那如果要去看看一些 就是可能不太好的 人家说会在意 得看无脑喷 我肯定就没办法了 对吧 那人就是不喜欢我没有演员的 但是我还是很珍惜那些 提出专业意见的朋友 那你之前说过有扫出歌 这个有安排到的是什么样子 然后对 我那个给我和我的家乡 录一首金门窑 即将在即将上线了 是以天气话唱 用天气话用我家乡话唱 还挺挺好玩的 可以听一下 超级期待 想让你用天气话说一段 你小伙说恶笑 不可能 不存在这种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也记不住了 这多早了 十年前 十 不是 十四年前 六岁的时候就不说了 经过一番学生后 无限续决定 有天轻话 给我们安利一下棋魂 安利一下棋魂 棋魂非常的豪快 制作净粮 而且剧情非常的好玩 挺嗝的 希望大家做多指示 有没有过很刺激能达成的事情 然后最后却失败了你 有什么作举事 你不快问快答吗 不告诉我 我不告诉你 我不告诉你 就不告诉你 有没有就是不想被网友挖到的脚步 当然不可以了 本来就不想被挖到 然后我还自己说 你觉得这个事合逻辑吗 有没有就是经过自己的微波小号 被网友对线过 有没有人跟你调过别人的前名吗 会很直呢 然后有时候盖个不动影上的脚步 No 他有做音乐书能把你准备上去过吗 有没有说过什么样吗 你胖 有没有写次我写次过的时候 经常吧 朋友看你早的时候 黑历史的时机跟你吐槽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其他白脸子了 他会不会回嘴 这最重要 你等着呢 等我翻到你的呢 他和朋友一起开玩笑的 请问有没有做音乐 好像说比较过分的妈人生气的 本来就开玩笑有什么会生气的 那我朋友肯定会怼我 你是不是蛮生气 回答以上问题是没有撒谎吗 我回答 只用说yes no就行了 只用说yes no就行了 你两个都说是可以的 你两个都说是可以的 我不行 哈哈哈哈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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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cue我来打 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 我来打开玩笑 你帮我 我去吧 你帮你了 我去吧